刚刚那一集提到圣经也是二次创作 作为一个基督徒 苏锦良实在没什么理由反对二次创作 因为他这样做基本上是反对他每天早上六点起床看的圣经 所以现在我想向大家证实 为什么我说圣经是二次创作呢? 其实这不是一个新鲜的资料 所有看圣经看久的人都知道 例如旧约 人人都知道历代志就是列王纪的二次创作 大家比较熟悉的是新约里面 对耶稣生平的描述 那四本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约翰福音书 那首三本马太马可、路加福音是特别相似的 那些故事用字 如果你看希腊文的话 很明显他们有一个literary connection 是抄出来的才会抄得这么似的 根据我不多说 我不会在这里解释为什么我会这样认为 但是在现代的圣经研究的成果里面 我们知道马太福音是抄马可福音 路加福音也是抄马可福音 所以马可福音是最早期的 然后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也是抄马可福音 当然如果你去教会 看一些旧的书 那些什么马友祖 还有陈宗道的识经书 他会告诉你 马太福音是最早的 当然是错的 那些是上一代 不可以说不懂 但是他们的研究成果 还没去到那里 但是我相当肯定这是错的 我非常肯定马可福音是最早期的 马太和路加福音抄马可福音 将来有机会我再说 他们有多相似 根据一些统计 马可福音有超过97%的蝙蝠 是出现在马太福音里面 马太福音利用马可福音 每100句就用了97句 只有少少是没有用到的 如果我们比较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 也没有那么高的数字 但是也很厉害 马可福音里面有超过88%的断落 或者蝙蝠 是有出现在路加福音里面的 我给大家看一些例子 正如我刚才所说的 马可福音是最早的 所以现在有两个组织 左边是马太福音 右边是马可福音 所以我们先看右边 那就是原装版本 那里提到西门 即是彼得 这个岳母就发烧 有人跟耶稣说 耶稣就进去 拉着她的手 可能她走过去 就是说 嗨伯母 然后拉着她的手 扶她起来 就是嗨她 就退消了 然后西门的岳母就服侍他们 然后这个故事又说到 天晚日落的时候 有人带着很多病人 和被鬼附的人 去到耶稣面前 合成的人都聚集在门前 耶稣就医好了 许多害各样病的人 又赶出许多鬼 不准那些鬼说话 因为那些鬼认识他 OK 你看这个 很多人 我想指出 圣经也是二次创作 除了是 折折那个 苏錦梁之外 我也是顺便想说 就是二次创作 并不是纯粹抄袭 那么简单 因为 虽然它是基于 一些别人的创作 但是 他二次创作 他创作得来 是聪明的 很多时候 包括圣经在内 例如我刚才说过故事 你就这么看 我刚才读了一次给你听 你觉不觉到有什么不妥 对吧 二次创作的人 就是马太福音的人 他就看出有点不妥 寫得不太好 他就改了 给你三秒时间 猜猜 究竟有哪几句是寫得不好 开猜 他这里说 耶稣医好了 许多病人 又赶出许多鬼 等等 什么叫医好了很多人 以及赶出许多鬼 耶稣不是很有爱心的吗 你医很多 就是没有医完 你赶出了很多鬼 就是没有赶出所有鬼 所以马太福音 看到这里 就觉得 不太好 所以他又改了 你看左边 头那一段 就是说 彼得 那个 岳母 过了那段 他就说到了晚上 其实这也是一个改进 你看马可福音 天晚日落的时候 天晚当然是日落 日落就是天晚 你沉不沉 所以马太福音 就只是说到了晚上 不用说太多废话 他就说 有人带着很多被鬼附的 来到耶稣面前 他只用一句话 就把鬼全部赶出去 并且自好了一切有病的人 我不说希腊文 但希腊文里面 他这个中文翻译得好 他真的说一切 所有 所有 有病的人 所以是一个改进 他是以次创作 他抄得来 有他自己 想emphasize 的东西 他想读者 清楚明白 当日耶稣是医了所有人 不是说有些人很惨 但是耶稣可能医疏得累 然后回去睡觉 医疏了 他说不是 每个都医疏了 另外 这里又有另外一个故事 你看右边 就是原装版本的马可福音 耶稣跟一些人说 但凡先知 除了本地亲属本家之外 没有不被人尊敬的 耶稣就在那里 不得行甚么异能 不过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医好他们 你可能都感觉到我想说什么 他说 在那里耶稣不得行甚么异能 如果你是看希腊文 就更加清楚 就说 是说彼此有意思 耶稣不成功 不成功 也有意思 能行 osoby 先查清楚 耶稣不是基本上鹿能 地方蛮能 什么叫他不能救 是一个用字 有感觉 所以马可福音在抄抄的时候就改了 他说耶稣因为他们不信 就在那里不多行而能了 他不是做不到,他不是不能够 是因为那些人不信,他就做少一点 就是choice of free will,不是他不能够 这些就是二次创作 但是你也要能够感受他 他这么小的东西都被他捉到出来 他觉得这样社会比较好些 这里真是搞笑 右边是马可福音原装 他说西彼泰的儿子雅各和约翰 就来到耶稣面前跟他说 他说夫子,我们无论求你什么都希望你能够做到给我们 耶稣就跟他们说要我给你什么 然后雅各和约翰就跟他们说 给我们在你的荣耀里面一个坐你右边 一个坐你左边,想上位 做那些青龙白虎 但是你看一下,你是不是觉得雅各和约翰 你们都说了十二使徒 你经常想上位,整个林以洛 那是不对的 所以马太福音同一个故事就改了一点 在那个时候,西彼泰儿子的母亲 跟他们两个儿子上来拜耶稣求他一件事 耶稣就说你要什么他说 注意,是女人他 那个女人就说 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的国里面 一个坐你右边,一个在左边 诶?这就不一样 原来是那个妈妈不生性 赖了在那个妈妈里面 马太福音 这些还不是二次创作 有一定程度的humor 有点幽默感 另外在这里 有人都知道这个故事 我说了两段马太福音 就是说老家福音 左边就是马可福音 就是原装版本 左边就是这样 由大理到 就去到耶稣面前 就说拉给 然后就嘴他 那他们 就是他的随从 就是跟他去的人 就一手拿着耶稣 旁边站的人 有一个拔刀 把大祭司的仆人 砍了一刀 削了他一个耳朵 然后耶稣就对那些人说 你们拿刀拿棍出来捉我 好像捉强盗那样 我天天教训你们在店里 你们又不捉 现在我去到荒山野嶺才捉我 你很害怕吗 现在 就是说这些东西 拿回美彩 虽然被捉到 但是路加福音有另一个说法 不是说另一个说法 有多了少少的段落 他就说 基本上这个故事也是一样 又提到有一个人把大祭司的仆人 砍了一刀削了他的右耳 马可福音说一个耳朵 路加福音就告诉你是右耳 耶稣说到了这个地步 有他们 然后耶稣摸摸那个人的耳 就把他医好了 就是多了医好他这个步骤 你看马可福音没有提过医好他的 对不对 刀了耳朵就刀了耳朵 然后耶稣说了一段东西 拿个美彩就完结了 这个故事 路加福音就不是 如果你比较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 其实有很多段落 都是提到有医治的 马可福音没有提到 路加也提到 这就是路加特别关心的事 是和医疗医人有关的 包括这一段医治的 这个呢 他就加了这个细节 进去他抄的文字里面 加了他自己的意思 这个就是二次创作的定义 所以我说真的很明显 苏锦良你笑什么 这个畜生 圣经也是二次创作